最近FB子推薦我買垃圾 如意堂太陽餅 超垃圾 他FB子打廣告 說什麼冠軍太陽餅我就買了 這一個一百多都超難吃 這些站都洗的是不是 一個一百多塊 狗都不吃 然後太陽餅咬下去裡面現實像麥芽一樣 他就是一塊糖片 一塊麥芽糖 他就是一個餅 一個酥酥的餅然後裡面黏一塊麥芽糖 所以大家有看到那間喔 真的不要買 絕對不要買 這個也被坑 最近FB子推薦我買垃圾 如意堂太陽餅 有人吃過這間嗎 好像台中的 超垃圾 他FB子打廣告 說什麼冠軍太陽餅我就買了 這一個一百多都超難吃 如意堂有沒有台中人可以說一下 如意堂是真的什麼冠軍太陽餅 如意堂沒聽過 所以這個是打網路行銷在騙錢之間 五屆比賽指定全國第一太陽餅 這是詐騙嗎 台中人沒聽過如意堂 這是詐騙啊 我是被騙的 他說自己是冠軍太陽餅 我覺得冠軍是多屌 哪有男子的鑰匙 這一個四十塊我都不買 這些站都洗的是不是 一個一百多塊 狗都不吃 很噁心 他太陽餅 裡面裹松露醬 好像很高級對不對 然後 他表皮是松露鹹鹹的 他裡面是太陽餅天天的 超噁心 一般奶油酥餅裡面的餡不是軟軟綿綿甜甜的嗎 他裡面餡是硬的 是硬的很黏 像麥芽糖一樣 我真的超級無言的 我還買了兩三千塊 被坑爆 好噁心的味道 超難吃別買 各種狗味 各種狗味我都吃了 真的超難吃 我是很不愛浪費食物的人 你知道嗎 但這東西真的跟狗屎一樣 哪有太陽餅咬下去裡面 現實像麥芽一樣 他就是一塊糖片 一塊麥芽糖 他就是一個餅 一個酥酥的餅 然後裡面黏一塊麥芽糖 所以大家有看到那間喔 真的不要買 絕對不要買 我親身血靈臉的 我不知道訂了兩千還是三千 我就看他是冠軍太陽餅 每一個口味都給他訂一遍 然後每一個都難吃到不好 包裝的時候需要加熱 太陽餅加熱你老 不要這麼智障好不好 難吃就難吃你還要幫人家找理由 我隨便買兩個 網友說的台中好吃的來比較看看 我再找個來 你找納米 拍一下 太陽餅評測 我們讓外國人吃吃看 不要說我帶著神見 自由交流 你跑不去 試吃看 吹 這 打 ! 吹 吹 超 什麼 吹 吹 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